在日本某研究所有一个可怕的实验 他们认为世上的绝大多数恶行 都是因为无法感同身受 如果用科学的力量让人们做到共享情感 是不是就能增加彼此的共情能力 可因为连接错误导致最后共享的竟是痛绝 19个人的疼痛全被集中转移到了一个叫法子的少女身上 为了不让他崩溃而让实验结束 他不得不接受药物治疗来封闭所有的感知 但共享是相互的 其他小孩也因为法子的治疗而被剥夺所有感知 最终成了魔的感情的废人 实验因此全部失败 可在12年后 这场不能道的实验又一次启动 而为首带头的人竟是法子 他想用当年的方法替同伴找回感知 所以他找到的第一个实验对象 是一个没有痛绝的人 他认为如果连这种人都能在实验中获得感知 那么他的同伴就一定也能恢复 而因为没有痛绝自然就不会产生恐惧 圣平从小一直就遭受身边人的欺负 但他却从不表示厌恶和害怕 那些欺负圣平的人无法从他身上得到快感 所以看到圣平就觉得不爽 法子为了测试圣平 将他从楼梯上推得下去 可即便如此 他关心的依旧不是自己的生死 而是法子那飘动的断裙 等圣平再次睁开眼后 他已经被带到了神秘的实验室 而除了圣平以外 法子还挑选了五个实验对象 通过手术给所有人植入击伴系统 让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共享疼痛 系统会凭打他们之间任何一个人所受的伤害给所有人 虽然圣平没有痛绝 但痛绝对人类来说只不过是警告而已 他的身体同样会在受到伤害时出现损坏 本来从楼梯上摔下的他会毫无痛绝地死去 单规系统的存在 而让其余五人分担他身上的伤害 所以圣平再活了下来 这种天方夜谭的描述很难让人信服 所有圣平被法子用电击棒电击后 所有人身上都感到酥酥麻麻 他们不得意相信这个实验的真实性 从现在开始 几个人被彻底绑定 他们需要同心协力 完成之后的任务 如果有一人受伤 就会共享疼痛 如果有一人死去 就会全员阵亡 而第一个任务自我介绍 看似简单去让所有人受到的惩罚 牵牵丧命 因为法子要的不是他们的个人信息 而是让所有人说出 最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有人打算糊弄过去 却没想到法子已经对他们所有人 进行全面的调查 早就对他们了入执掌 最终为了不被惩罚 所有人隆隆续续说出了内心深处的秘密 外号疯狗的天河 其实最怕的是狗 它一直争取死 也不被人发现这件事 为此每天出门上课 表面信仰经营的萌妹人子 其实压根就不相信鬼神之说 花心大公子又多 在初中以前是一个超级无敌大胖子 这些看起来不过是小事的事 对他们本能而言都是大事 而现在生下温学少女慧南乡 和盛平的青梅竹马千鸟没有说出秘密 他们两人都很抗拒这个人物 法子为了逼他们将整发生机 让盛平置身在数十米高空上迅速坠落 看到盛平遇到危险 能求是一副无所谓的姿态后 千鸟再也按捺不住情绪 从顶楼直接一跃而下来到盛平面前 哭着说出自己最喜欢原来的温柔有趣的盛平 原来以前的盛平是一位活泼开朗的少年 可在后来他毫无征兆的变得冷漠 而千鸟的秘密就是暗恋盛平 好在千鸟的回答正确 他们二人坠头并没有受到伤害 但所有人却还是感到一肢疼痛 因为千鸟正对着盛平发泄着这些年来的情绪 至于盛平的秘密 法子没有逼迫他 因为在调查中他们发现 盛平确实没有秘密 准确来说是他已经把内心真正的秘密 忘得一干二净 至于最后的灰奶香也没有再挣扎 他发现不管如何 法子都会想方设法让他们开口 而他内心最大的秘密是他杀过人 第一个任务就这样结束 但这只卧是实验的开端 法子要让他们所有人建立起无情的羁绊 来产生共情能力 让冷漠的盛平拥有感知 截止实验就算真正正功 然而明明六个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可他们依旧会时不时感到一阵疼痛 很快第二个任务寻找第七人 正是了他们的猜测 这场实验还有第七人 根据目前的线索 他们六人都是同伴 可是通过清打盛平 观察同伴同学却没有发现端倪 可有一位叫日然方春的同学 却一直都没有来上课 他们找到方春住所调查 却看到方春遇到他们就像见鬼一样 毫不犹豫从二楼一跃而下 巨大的疼痛 让所有人都打了寒颤 果然方春就是他们要找的第七人 但他却刻意躲着重人 是盛平最先找到他 提出想要帮助他的想法 但方春就对着盛平说 能不能请你在这死掉呢 好在天鹅他们全都赶了过来 可方春却又一次逃跑 想要解释羁绊系统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让所有人来一次共享疼痛 盛平毫不犹豫地从天梯上一跃而下 疼痛被分成七分 所有人除了感到一阵疼痛 倒也问题不大 可唯独方春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翻过来一看 却发现他竟一脸享受 原来他就是喜欢这种无法预知的痛感 是个绝对的斗M 没有人知道这场实验最终会发生什么 他们只能被法子支配 走一步 看一步 一切 才刚刚开始 对于共享疼痛这种神奇的实验 方春就无尽的兴奋 七个人所受的伤害会平坦给每一个人 伤动直线指引着富有其宗罪的他们集合于此 很快法子就给他们七人新的任务 参加夏日和苏集训促进友情 并承诺事后会把共享疼痛的实验真相告诉众人 可和苏期间 几人的情感仅出现裂缝 一切的起源都是圣平对法子过分的在意 法子曾告诉他 那个人都想要拥有羁绊 可未有法子身边空无一人也不愿意加入他们 于是圣平邀请法子一起参加合宿 可在深夜时 千鸟就看到了圣平与法子禁闻的画面 可两人不过是视觉错位并没有真的禁闻 很快除了千鸟以外的六人都收到了新的任务 寻找千鸟 他们手臂不约而同的收到一阵刺通 时间紧迫 他们猜测千鸟遇到了危险 一群神秘玩偶发放肆地朝着他们发出攻击 按照法子他们解释来说 在找到千鸟之前这些玩偶是不会停下 因为这一切全都是法子他们安排的 神秘玩偶机制全都是真人 他们是被迫用来挑动千鸟情绪 根据所有人的脑电波数据显示 共享疼痛的实验已经不仅局限于楼身疼痛 只要当彼此羁绊加深 就连情绪也可以共享彼此 有一个玩偶底下是曾经一直欺负圣平的混混同学 只要见到他 千鸟的脑海就会不自觉地出现圣平被他们欺负的画面 他很痛苦 他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圣平的疼痛 他身上却又无可奈何 而在千鸟抱怨的时候 其余的有人的胸口都出现一股想哭的奇怪感觉 随着与千鸟的距离越近 这股感觉愈发的强烈 让千鸟更难受的是那突然出现的法子 为何能让圣平如此在意 明明一直陪他忍耐的人是自己 明明是他先来的 突然所有人都赶到了千鸟面前 也听到了千鸟刚刚的抱怨 以前圣平没有痛觉 所以不知道别人打在他身上到底有多疼 可现在他知道被人欺负 千鸟就会心痛 现在不只是千鸟 只要他疼的话 大家也会疼 所以圣平伸出手 能混混同学把以前抢自己的钱全还给他 就算不为自己 也要为这场实验的伙伴不受伤害 而开始在乎自己 所有人的情况都会法子等人全程目睹 实验朝着他们预想的方向前进 没有痛觉的人不代表没有感情 经过这件事后 接下来的关系更进一步 可所有人的胸口 能就时不时地出现心痛的感觉 通过调查 有多发现这个人或许就是不合群的灰奶香 会教起灰奶香说过自己杀过人 并且他一直表示不需要朋友这个事物 仅能断定灰奶香 有需要助手的过去 而系统很快便给除了灰奶香以外的他们 下达新的任务 救助灰奶香 但他们所有人对灰奶香都不了解 只知道他是一个下有名气的漫画家 但这正是灰奶香不远提起的过去 原来和灰奶香合作制作漫画的 还有一位叫溜溜的女生 但根据调查显示 她已经离世 而灰奶香退出漫画界 也是在溜溜剧之后不久 所有线索全部聚焦在叫溜溜的少女身上 于是生命等人拜访溜溜的父母想了解情况 可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溜溜母亲对灰奶香表现得极为厌恶 表示灰奶香就是杀联凶手 原来灰奶香从出生就有严重的心脏疾病 虽然不是灰奶香杀了她 但是明明对溜溜那么亲切 却在后来突然抛弃她 连漫画的最终章都是她自己一人完成 溜溜那么怕生 好不容易才交到朋友 可事情的真相 却根本不是灰奶香所想的这样 两人在偶然中相遇而一排集合决定出版漫画 可随着时间推移 溜溜进对灰奶香产生了别样的情愫 甚至在后来制作最终章的时候 共难越界 但直到溜溜时间不多的灰奶香 担心自己身陷其中 将来就会承受更多离别之痛的她 选择离开 灰奶香顾虑太多 却让自己一直活在悔恨当中 直到今日 她都没有胆量翻开溜溜制作的漫画最终章 她害怕里面全是溜溜对自己的诅咒 清除溜溜溜所谓的杀人后 其余六人都决定不管如何 也要跟溜溜溜成为朋友 即便被嫌弃 也要继续死残难她 虽然溜溜溜表面能就拒绝他们 但别忘了他们是有共享情感的 羁绊系统连接 所有人都能感受 来自溜溜溜的心态变化 她被感动了 甚至后来她故意围难众人 想要跟她交朋友的话 就从岸边游过去 结果游渡没有丝毫犹豫 带头发疯般的朝着大海冲了过去 即便不会游用的方春 也被天鹅强行拉下水 没有人生气 他们只想惠乃香能够开心 而在岸边的惠乃香 也终于鼓起勇气 打开了溜溜出版的最终章 溜溜没有诅咒 只是想告诉惠乃香 如果因为记得她而感到难受 可以随时忘了她 所有人在这一刻都感受到了 惠乃香的内心波动 他们不约我同地关心着惠乃香 不知不觉 她的身边竟围着这么多人 这一刻惠乃香释怀了 可即便如此 她也是不想跟他们做朋友 而是就这样继续做羁绊者 彼此分享疼痛分享心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比朋友恋人都更加亲近 不是吗 其人的情感又一次得到了升华 可留给法子他们实验的时间 已经所剩无几 所以他们决定继续制造事端 来加速观察实验者的状态 并且主动向七个实验者 透露部分关于实验的真相 这场实验最初 只用红毛猩猩进行研究 可再后来发现人类的幼莲鸡和青春鸡 才是实验最佳人选 为了让这场实验能完美进行 在日本政府和众多赞助商的支持下 一座大型实验都市周龙市得以诞生 绝大多数市民都是实验的相关人员 研究的内容无法公租于世 最后这座城市 便以填海造陆的未来型都市 开始接纳新的迁路人口 而这场实验进行了12年之久 能就没有任何进展 直到盛名他们出现 才让负责人法子看到了希望 因为他们既然从最初的共享痛绝 进化到了共享情感 也就是说 只有当实验者的羁绊加深 才有可能让实验成功 负责技术方面的山田 发现通过刺激实验者的恋爱情绪 有可能连接正面非消极的情绪 这将会是实验最大的突破口 所以山田安排玩偶 开始追杀圣平气人 只要在危机中有爱 就能刺激 接上情感进一步升华 而且根据调查 其可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情感连接 有多喜欢会奶香 至于千鸟 还有圣平 以及天和和人子 四人的关系就非常微妙 因为千鸟喜欢圣平 而天和却喜欢千鸟 人子则是对天和有好感 至于圣平 却对法子有着莫名的情景 他经常在梦中遇到一个少女 叫她取回痛绝 可以直到看不清少女的模样 直到与法子相处之后 那个梦境再逐渐清晰 也让他知道梦中少女就是法子 可他却不记得 自己与法子之间有任何联系 内心不断促使他对法子 有着强烈的情感 当尤多对着会奶香 产生情感波动时 山田发现他们的脑电波数据 果然如他的预料中一样 而其余五人 自然也感受到这份情感波动 千鸟打算在这时候鼓起勇气 向圣平真正告白 可他的心思却陷入了一段回忆中 他又一次看到了法子 甚至感应到了法子就在身边 他没有等到千鸟告白 迅速中心狂风暴雨中 朝着所感应的方向前去 在千区一发之际 将法子从危险中救出 原来法子所在的研究所 就在校园底下 为了让情绪波动得更强烈 让羁绊变得更深 山田的玩偶 把除圣平以外的六人 全部引到一件密室 圣平和法子一股不安的情绪 出现在千鸟胸口 果然法子问出圣平 对他有没有好感 圣平表示自己不清楚 可总会不自觉地去想在意法子 这个回答 一路刀扎在了千鸟心上 而洗完千鸟的天鹅 在感应到一阵心痛后 也极为愤怒 他们没有想到圣平和法子 竟也是羁绊者 两人竟也能共享情感 原来法子和圣平 是12年前第一批实验者 那时候他们就已经通过手术 而相互连接 法子拉开圣平的胸口 发现当年那羁绊印记能救存在 在这一刻 圣平那对过去的模糊记忆一瞬间 变得清晰无比 他毫不犹豫地报警的法子 但下一秒 胸口就感受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原来千鸟六人全都赶来 看到了这一幕 上千鸟的千鸟跑了出去 天鹅则愤怒的要圣平赶紧追到千鸟 可心动的感觉没有减换 反倒变得强烈 原来人自渴望天鹅 要是关心的人是自己 那就好了 因为爱而能原本关系不错的众人 天鹅在心中呐喊抱情我 竟传递给了所有人 而不再只是简单的情感波动共享 那是心声传递 天鹅在心中抱怨 为什么是圣平不是他 也被所有人听到 包括人自的心声也是如此 人如果靠得太近 就必须分享自己的心 把最真实的自我展现给对方 所以任一人之间最好 还是保持距离 但会连相因为众人的争议 而说出一句 我们不能成为朋友 所有人的胸口都感受到剧烈的疼痛 几年的友谊 在这一刻破碎了 而没有痛觉的圣平第一次感受到疼痛的滋味 这是与肉体疼痛完全不同的心痛 后来七人分道扬镳可以躲避 直到夏天过去 这场实验被自动停止 他们再也不会被人窃听心声 好不容易建立了友谊 难道就这样结束吗 人子是第一个想通的人 虽然这场实验带给他很多伤痛 可在他17年的人生中 却是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他还是希望可以跟大伙做朋友 圣平和方春也早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三人最先恢复感情 可圣平却突然感受到一阵疼痛 他与其他人的羁绊连接 意情失效 但与法子的连接却一直存在 为了寻找法子 他们找到山田 打算了解实验的最终真相 也是在这时候 圣平才知道法子这些年来 所承受的痛苦 实验失败 法子被迫接受来自19个孩子的疼痛 只是简单地从椅子坐下 可当这微度的力量 扩大术实被传递给法子后 就足以让法子崩坏 他一直都没有任何感情波澜 也是因为药物治疗导致 而其余19个孩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还有旧的孩子被遣送回家 而那些彻底没旧的孩子 则永远留在研究所 终日发呆狗活 法子在12年后 重启职场不能到的实验 就是为了试图唤醒他们 他的小时候与盛民他们相处融洽 所以对于羁绊有种强烈的执着 那位羁绊可以让人相互理解 而实验停滞的原因是 赞助商不愿投资 导致被市长直接叫停 可法子却在背地继续组织 势必要让这场实验继绝下去 了解到所有真相的圣民想要拯救法子 可只是靠他一个人 根本什么也做不到 好在70个伙伴 其实并没有真正决裂 在看到圣民痛苦的时候 即便已经没有羁绊系统的共享情感 他们也不自觉地感到胸口不适 这是来自于无形羁绊建立器的联系 羁绊七人主重新集合 可法子却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无视市长的警告 利用全市广播 全副羁绊系统的存在 才会连接全市联名来共享疼痛 可这会让法子彻底崩坏 为了拯救法子 圣民来到法子的面前 试度用感情劝服他 即便羁绊七人主 都怕自己内心表达了情感 但也没让法子停下手中的行为 直到这时候 圣民才明白法子的想法 该害怕羁绊系统的终止 会让大家连接中断 所以一直以来都将伙伴的同学 全部封闭在自己身上 但这么做真的是对的吗 如果不放手 就永远无法与大伙相聚 圣民在这些时间 与其余六人相处下明白 所谓的羁绊系统根本不需要存在 能与人之间的无形羁绊 也能分享疼痛和烦恼 圣民法子内心的想要和法子在一起 与这羁绊系统无关 他是真的真的喜欢法子 所以请求法子把疼痛还给他吧 羁绊系统彻底崩坏 法子最终还是被圣民的说辞动摇了 一时神竟从高桥上坠落 而圣民已经答应过法子 从今往后会保护好他 为时冲上去抖住他 一起沉入大海 所有人的痛觉 全部还给他们各自的主人 而圣民也终于感受到疼痛的滋味 12年来因为没有疼痛 导致他心里一直有些问题 虽然真的很疼 但也很受服 这件事过后八人的关系 变得更加紧密 特别是有多何惠乃香 一起牵鸟和天河 但不同于爱这个情感 八人的友谊 才是常人最羡慕的存在 人子虽然还是喜欢天河 但还是愿意退出 不让众人尴尬 原本失去情感的那些实验者 也因为同学的回归 而恢复了部分意识 虽然没有像圣民这般幸运 但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故事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果然法子也最喜欢生平了 翻名《羁绊者》 一直以来 刚妈都是擅长复杂人物关系的编剧 但对于错细逼这一环节 就实属让人难受 刚妈制药实属未痛 这部当年四月翻 只能被不少人低估 不敢说绝对完美 但也绝对闪得上是佳作 尤其是关于情感的刻画上 友情不是分担你的痛苦 而是想要分担你的痛苦 中央的设定 外加到处都是青春的气息 看得当年非常带感 虽然结局有些当年意外 略有失望 可对于我这种感性的人而言 这样的青春物语 真的太美了 如果你也是一个感性的人 只能强烈推荐 你去补翻感受一下 最后愿每个人 都能有交心的羁绊者